第八十一集团军副政委 元三十八集团军副政委徐建勇烧奖的新职务日前正式披露 第八十一集团军副政委 8月2日,第八十一集团军举行2018年集团军 首长机关干部退役仪式 徐建勇副政委发表讲话 战友们,将来不论身处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 这里永远是你们的家 希望你们常回家看看 2017年,中央军委决定以陆军援十八个集团军 为一处调整组建十三个集团军 分号一次为第七十一集团军 至第八十三集团军 第八十一集团军的首任军长为皇明少将 首任正为为方永祥少将 如今,方永祥已转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 退役军援事务部副部长 薛建勇曾任北京京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北京京区某庄下市政委 石家庄机械化部兵学院政委 山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长安皆知事注意到 薛建勇在石家庄机械化部兵学院任职时 该院曾探索话题是教学 石家庄域中更新是工作方法 在全军获得广发关注 2015年7月 薛建勇以北京京区第38集团军副政委身份亮相 38军是解放军的王牌部队 被誉为万岁军 2015年夏季 该军首长进行了密集调整 除去金勇外还包括 军长刘震立声任武警部队参谋长 副军长于战堂转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 副政委党成为 初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北京军区某庄奖施施长 苏荣晋升38军副军 长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 李明调任38军副军长 到2016年1月 38军参谋长王艳芳削将 李军长身份亮相 与他搭档的政委是邹月明削将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5年的93大阅兵中 王艳芳、王成尉、邹月明 李明四位将领 担任了阅兵方队领队 其中 王艳芳与王成尉 同为东北抗联邦队领队 邹月明则是将军领队 中 唯一的集团军政委 王艳芳祖与王成尉 本轮军改启动以来 以上多位将领发生了职务变动 今年2月 薛静永曾以解放军31175部队副政委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如今其新职务正式公布 此外 刘振蒂已出任陆军参谋长 于2016年7月晋升中将军前 并在2017年10月 当选19届中央委员 王艳芳先出任第71级集团军军长 后升任北部战区陆军司令 并当选19届中央候博委员 周运明现任东部战区陆军副政委 接任战区陆军党委政法委书记 王成为先为第65级集团军政委 现任中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并当选19届中央委委员 苏荣县任第83级团军副军长 并于2016年7月晋升烧将军前 升于1970年12月的他 成为前军少有的七零后将军 李明现任中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 DM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